哎呀,圆圆,你好了没有啊,这都几点了,马上又要迟到了 行了行了,你催什么催啊,这就好了,我涂个口红 真是服了你了,每次出门啊,都是磨磨叽叽的 哎,知道了 哎呀,我说圆圆,我真是服气你了,每次出门前,你磨磨蹭蹭啊,都能磨蹭半个小时 你看你,你不知道女孩子爱美吗,我这涂个口红,被你催几遍了 哎呀,行了行了,你啊,下次注意一点吧,咱们呀,赶紧去上边吧,省得呀,再迟到了 好了,快走吧 走 哎呀 妈 妈 你们起来了呀 妈,你这什么时候来的呀,怎么蹲在这儿啊 是啊妈,你怎么不敲门呀 这妈呀,早就来了,没敢叫你们,怕打扰你们 妈,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大老远的过来,还在外边,等了那么长时间 来妈,来,先进来,进来说 对,妈,先进来 来妈,坐 妈,你说你大老远的跑过来,也不跟我没打个电话 你要是跟我们打个电话,我们还能去接你啊 是啊妈,你说你这儿来都来了,也不敲门,还在外面,等了那么久,这多累呀 没事,妈呀,就是想来看看你们 妈,你看你,你要是想我了,你就给我打个电话呀 这我可以回家去看你,你看你这大老远的跑过来,多累呀 是啊妈,你看我们现在都有车了,这回老家呀,也方便 没事,妈的身体还好着呢 妈,要不这样吧,这我和石头都上班,这都快迟到了 我们呀,先去上班,你呀,在家等着 等我回来了,给你做饭吃,带你去逛逛 是啊妈,这我和元元啊,上班快迟到了 等我们回来了,我们带你啊,好好逛逛 到时候,给你买几身衣服 在我们这儿,多住几天 行了元元,咱们赶紧走吧 那妈,我们先走了 走吧 元元,石头 咋了妈,还有啥事吗 那石头呀,你先出去一下吧,我给元元有点话要说 那行,我呀,出去等着 那个元元,我上楼下等着你,你快一点,这上班马上就要迟到了 行,您先去吧 妈,你们聊 好 妈,你这今天来到底有啥事啊 你还把石头织走,弄得神神秘秘的 我这 妈,你看你,你这有话就赶紧说 我还急着上班呢,这马上就迟到了 元元 妈,你哭什么呀 你有话就说呀,你别哭啊 元元,你爸生病了 还在医院里躺着呢 什么,我爸生病了 这生病多长时间了,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这你爸呀,在医院里都一个月了 你爸怕你担心,没敢告诉你,怕耽误你工作 妈,这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想着我呀 元元啊,其实我这次来,就想找你借点钱 你爸呀,他这次生病挺严重的 把家里的钱呀,都花光了 妈呀,石头织没有办法了 才给你张到这个口 妈,你先别哭 我这就去给你拿钱 我这有,你呀,坐这等会儿 妈 我这有两万块钱 你先拿着 这,先给我爸看片要紧 这就是不够了 你再告诉我 石头那张卡里还有钱呢 闺女 够了 够了 你放心 等你爸好了 我就出去 打工挣钱 这个钱呀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妈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给我说这个 你呀,赶紧拿着这个钱 去给我爸看片要紧 对了,元元 你爸这个钱 直接给我了 也没经过石头的同意 合适吗 妈,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这石头的为人 你又不是不清楚 行 只要你们两个 不生气就行 行了妈 妈,你也别说那么多了 你呀,赶快去医院 照顾我爸爸 等一下 我就告诉石头 我们去公司请个假 等我们请完假了 去医院照顾我爸去 那好 那妈就先走了 行,妈 你路上慢点 小心点 好 阳阳,妈呀 谢谢你 妈,谢谢你 不是 怎么了圆圆 怎么还哭起来了 这刚才 妈跟你说的什么呀 石头 妈今天来啊 就是来告诉我 爸生病住院了 什么 咱爸生病住院了 怎么样 严重吗 听咱妈说 挺严重的 咱妈这次来啊 就是来借钱的 我给他拿了两万 给咱妈拿了两万块钱呀 哎呀 这样也是应该的 不过圆圆 你这是 怎么了 看你这样子 不会是心疼钱了吧 我不是觉得心疼钱 我就是觉得 有点愧疚 你看 小时候 我们找父母拿钱 都是理所应当的 现在呢 他们老了 我们长大了 他来找我们拿钱 就变成了借 我都想不明白 这他们老了 病了 到我们这儿拿钱 怎么就成了借呢 这 最让我感到难过的是 这我妈拿钱 走的时候 竟然还向我鞠躬 都说谢业 你说 我小时候找他拿了那么多次钱 怎么没有说过一次谢业呢 我这心里啊 别提多惭愧了 行了 远远 你啊 先别难过了 我能不难过吗 你说 他们养我们小 我们养他们老 这不是天经第一的事吗 行了远远 你啊 就别再哭了 现在你的心情呀 我可以理解 可是现在 咱爸还在医院里面躺着呢 你啊 要振作起来 这样吧 远远 今天啊 咱们也别上班了 等一下 我就带着你啊 去公司啊 请假 还有 你刚才不是说 给咱妈拿了两万块钱吗 我想呀 这两万块钱 肯定不够 咱们的银行卡呀 我装上呢 一会儿啊 咱们再去银行取点钱 这次呀 我回去啊 陪你一起 好好照顾咱爸咱妈 行了 是的 好了 别再哭了 咱们走吧 走了